歡迎收看アイゾン秀 夏天到了 帶大家來海邊玩水 順便練體操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GO 今天來這邊呢 因為海邊它其實海水裡面你在做動作啊 它可以當一個安全的落地 就是你滑下去可能沒那麼痛 然後如果海邊你非常下水的話 你還可以在沙灘上鋪軟一點 很多動作也都可以在沙灘上面去練 那我們今天的計畫呢 就是可能會在水上面 或者是沙上面教大家一些可以做簡單的幾套動作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也會找幾個路人來試看看這個動作 能不能完成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GO 今天來海邊會簡單 教大家 兩招體操動作 今天的第一招 就是教我 最近影片最常教的就是島嶺 因為島嶺你在海邊做 雖然這個地形可能會不好撐 但是 你在撐的時候 要是你控制得住的話 你的手感就有了 你也可以練到手腕的激勵 那再加上 因為這是沙跟海水 所以你摔過去也不會痛 就很安全 就不用擔心怕摔過去之後炸背還是什麼樣子 好 來我們先練島嶺 那我們練島嶺呢 先在沙灘上 你挖兩個坑 兩個坑 讓你的手可以撐下去 這樣子 手腕的穩定度又增加了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試著來踢島嶺 直接踢上去 哇 好 翻過頭了 也沒有關係 因為根本不會痛 什麼摔都沒差 好 那你就可以試著 踢上去的時候 要去練這個控制 去練這個控制 哇 不小心就過頭了 沒關係 就再來 好 起練這個控制 好 踢上去 你的手腕就可以開始抓 好 你的手腕會感受到非常多的前後前後 這就是都是在練控制的感覺喔 好 那我們就挖深一點 來做看看 好 手就在那裡 來踢上去 OK 特別的好抓喔 因為沙子 剛好 加上你的鞋子 加上你的手腕 去控制 埋進去的時候去控制 它就整個 鎖住你的手腕 這樣你的導力 控制能力就會增強 好我們剛剛教的是第一個導力動作 在沙灘上練控制 那我們第二個 這個 徒手的教完 就要教空翻 我今天會有兩種 好 那教空翻 我會選擇 前空 會有前空 因為你看得到地上的時候 你比較敢做 如果我說後空 你看不到後面 你跳起來 你都不敢做 就很危險 所以我今天會選前空來教大家 好OK 風有點大 注意聽 我們要一開始練前空 我們要先鋪一個小山丘 在沙灘上鋪一個小山丘 好 讓它當作一個軟墊 待會你在摔的時候才不會那麼痛 OK 那我們就開始做動作了 我們一開始練前空 我們先練前滾 先在地上滾一下 蹲下來 手撐著 好 往前蹲 抱膝蓋 好記得一定要抱膝蓋 因為等一下抱膝蓋是非常重要的 OK 剛剛那個前滾動作非常熟悉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試著來做前空看看 待會加一個小跳 小跳之後來手放耳朵放臉 好 跳出去的時候 去抱你的膝蓋 然後你的身體會躺在你的微樂山丘上面 這樣子 你的背再摔就不會那麼痛 好 我們來試一次囉 半蹲手放耳朵 跳出去之後 抱膝蓋 喔 喔 起不來 好你看 在摔 這裡把它當軟墊 就不會那麼痛 好 我剛剛在摔就完全沒有感覺 OK 那我們再鋪起來 再做一次給大家看 這次我要跳高一點 所以 這次我們要再稍微鋪高一點 讓它再更軟一點 那我們再站高一點試看看 來 手放耳朵 跳出去 抱膝蓋 OK 前空班就起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沙灘版的是這個兩個動作 這兩個動作你在做 這樣子摔 把沙子當軟墊 就非常的安全 那我今天會分兩個版本 第一個是沙灘版 第二個是 海上版 那海上版 我會教什麼動作呢 拾目以待 那我們看下去 GO OK 剛剛說要教一個沙灘上的動作 還有一個海上的動作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海上 它基本上會把這個沙灘沖成一個斜坡 好 它會沖成一個斜坡 那因為很多人它在做 後滾翻這個動作的時候 它在原地平地上滾的時候 可能都過不去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海上 把這個斜坡 衝出來 把它衝出一個斜坡 所以它會斜斜的 那我們在後滾的時候 從這個斜坡往下做 它的動力就會很大 那我們試一次看看 好 蹲下來 好 首先放在你的耳朵 然後躺下去這個斜坡 給它一個加速 那它在滾的動力就特別大 你在做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辛苦 也一方面可以練到真正的技術點 好 怎麼去撐 跟怎麼去滾 這是一個天然的器材 那我們再做一次喔 好 後滾翻 來蹲下來 手放耳朵 躺下去 動力是非常大的 會比起你在平面上做的時候 還要來的好做 那這是我們第一個動作 海上的 好 接著第二個動作 我今天要教大家做前掃翻 剛剛有講到 我可以利用這個斜坡 好 利用這個斜坡 來加一個 速度 那這個斜坡 再往下衝 它就是這個海 就是海裡 它這個海裡 就可以當作是你的 軟墊 那我們剛剛前面 在沙灘上 有做一個倒立的支撐 所以你的手 應該是有這個支撐感 那你只要再用力踢 前手翻就會過去了 那我們就來 試一試看看 好 來做一個加速衝刺 好這樣子 翻跟摔的時候 都不會通 就算過頭也沒有關係 我們剛剛 在沙灘上做的 倒立跟前攻翻的教學 還有海上的後滾翻跟前手翻的教學 我想要這四個動作在海灘這邊 海灘這邊做一個路人的實測 來海邊 我相信就是為了廣大男性粉絲們 找一個女生來測試這個體操的動作 為什麼要找女生 因為女生可能體重比較輕一點 所以我待會兒在保護的時候 會比較輕鬆一點 OK 那我們就來找看看吧 GO OK OK 欸 那邊好像有一個 正妹喔 看一下看一下那邊 那邊有個正妹 對不對 來我們去問他看他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挑戰 好那出發 我們出發 對 那你願意幫我們做一個挑戰 看看好不好 對 OK 那我們 就來 挑戰囉 另外一腳跳 對 對 腳合起來 哇 哈哈哈哈